星号电影赤字4亿元人民币打造的魔幻大片《大闹天宫》已经低调开机 本月11号片方公布了包括甄子丹、周润发、郭富城、何润东、陈乔恩等明星在内的第一批豪华演员阵容 近日星号电影再次公布了该片的第二批豪华阵容 张博之、梁永奇、陈慧琳、樊少皇、刘化等明星出现在演出阵容中 据细《大闹天宫》讲述孙悟空连同游魔王与天庭为敌 最终二人帅群魔大闹天庭逼使玉帝和众仙出手迎战 而最新公布的张博之、梁永奇、陈慧琳三位当红女星将出演何种角色 先号电影负责人称张博之在电影中出演女娲 孙悟空其实是女娲补天的时候遗落凡间的一块金石 梁永奇出演嫦娥 嫦娥与孙悟空和玉皇大帝有很多对手戏 因为怀孕和生子 吸引近两年的陈慧琳将出演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在电影中更有典化孙悟空七个从善的重要气氛 此外电影中真子丹化身孙悟空 周润发将出演玉皇大帝 郭富城将被打造成史上最帅的牛魔王 何润东出演天庭第一战神二郎神 全乔恩饰演铁扇公主 与郭富城所演的牛魔王谱出动人的爱之恋去 新浪娱乐问你报道 新浪娱乐 navigation